買了相機三軸穩定器之後 拍影片老是覺得畫面卡卡的 或者是畫面抖動不穩 或者是印鏡不順暢 那你可能缺少的就是 設置這個三軸穩定器的一些小技巧 那今天會跟各位介紹以及分享 我自己使用這支大江RS3 mini 三軸穩定器的一些心得 那譬如說這個如何調平它 拿不同的相機半畫幅全畫幅的鏡頭是定焦的 哪一個焦段的或者是變焦的 還有就是這個配件的使用 還有就是拍攝起來會卡的原因不順暢的原因 那要透過調整這個RS3 mini本身這個機子之外 還有APP這個大江所附的這個手機的APP 在APP裡面可以調整一些死區 那這當中也包含了一些運鏡的一些手法 拍攝起來的順暢度 跟這個調整參數 這個本身這個三軸穩定器 在APP裡面調整參數 有很大的相關 那也關係到你採用的是哪一種鏡頭 那多多少少都還是會有這個抖動或者是不穩的情形 那到最後一步還是需要這個後製軟體來處理它 那接下來我們就依序來介紹這些使用的小技巧 首先我們把相機各個這個 比如說外接麥克風鏡頭都接好之後 那依序把它從這裡滑軌把它接上去 那首先那我這個詳細的這個調頻的過程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大江的這個影片 那我要講的是 在於我們調頻的過程 譬如說我們先解開 那把這個 這個我已經調頻過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向上這個敷樣軸 那水平也可以保持 OK保持不動 那基本上這樣大概就調整可以 那好了之後 各位我們可以看到 那這個把它解鎖 平移軸以及這個橫滾軸 都把它解鎖 那常按這個 電源鍵 開機鍵之後 那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記得要藍牙配對 那時間上可能會 有時候會長達30秒到一分鐘不等 那首先我們 基礎上我們調頻之後 那是不是可以馬上使用 但是這個還不是最 我們 還不會最順手 有時候你又預設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卡 那 這裡左上角有一個 這個螢幕這邊 開始校準 要雲台校準 那它就會開始抖動 會去測試 你這一次的重量等等 重心等等 它會去這個 校準它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後果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後果啦 只是有時候 會跑掉 那這個最好是每一次 開機之後 那 再就準一次 每次使用 不管你有沒有更 最好是你有更換鏡頭 也要再重新 好 那這個真穩力度這邊 我們來看 那大部分 在撫養軸的部分 我們 每一次 這個撫養軸 那如果說你要 拍攝的比較穩一點 上下起伏要減少的話 那可能撫養軸這邊 要力度可能適當的 再增加一點 比如說增加2或3 當然不能增加過多 增加過多的話 它電機 就會 就像剛剛那在測試的時候 校準的時候 過度抖動 那一般我都是調整成 這個撫養軸會調整一下 那 配合這個力度 稍微 調整一下的話 會比較好 所以上下 我們如果在走動的時候 上下起伏的 的姿勢 會有所減少 那當然 如果要憑你走路的話 當然還是 譬如說這個憑你跟隨的時候 我們手腕 大致上 要保持 手持的話 大概就是 像這樣直立 大概就是 你把你的手腕順著 往前面稍微推一下 大概就10度到15度 那你握的時候 剛好這個手肘 這個手腕也是 你正常的伸展的平行 這樣的話才會最舒適 就是 每個人使用的手法不一樣 那我們 這個是搖桿 我們先把它移過去 拍攝會比較清楚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這個 那如果說這裡標誌 那就 表示綠色的話 就表示它已經達到平衡的狀態 那如果你有卡到什麼 這裡就會有這個 黃色的標誌 或者是說 卡到了 它電機一直在運作 它就會跳紅色 那 沒有幾秒 大概在5到10秒 它就會自動關機 那跟隨的速度 一般 我都是調慢 當然這是看我個人的手感 那你如果說你要畫面比較順 你就要調得很慢 跟隨速度調比較慢 好 那我們先看看 那搖桿的速度 一般來講 運鏡 你靠搖桿 我也是調的比較慢 那因為 我們都是用這種 微單的 果凍效應 多多少少都會有 只是 輕微跟嚴重 那如果說你搖桿速度過快 運鏡的速度過快 那當然就會果凍效應 它會很明顯 那波輪的速度就是前面扳機上面這個波輪 它可以 在Sony相機可以設計成這個變焦的功能 那我希望我的變焦速度比較快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設成100 這邊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波輪功能 去使用它 它現在顯示的是 跟焦、分辨焦 那當然 現在我是用藍牙連接的 所以它這個機型的功能 就有所限制 只能夠限制成這個 是 這個變焦的功能 那當然如果說比較高階的機型 你連ISO啦 滾輪啦 橫移啦 這個快門都可以控制 可以調整 那個 其他使區 它並不是在這邊調整 並不是在這邊調整 這邊沒有辦法調整 再來就是我們看到 最主要是用戶參數這邊 它這邊本身就有三種模式 雲台有三種模式 平移跟隨 或者是雙向或全域 或者是這個360度 那我們看到平移跟隨 我的參數跟隨速度就是慢 那是什麼意思 跟隨速度就是說 你手腕轉動在運鏡的時候 那個鏡頭跟著轉的那個速度 那死區的部分 那如果說我們要拍攝這個 那死區是什麼意思 死區就是說 你手不小心移動了 比如說平移左右或者是上下 或者說橫移這樣 你的手會抖 那如果說色違領的話 它一有動作 它馬上就 它馬上就跟著轉了 那就可能造成這個畫面的不穩定 那即使你用廣角 你也會出現這種情形 那我們在講的時候就是說 譬如說那個手機的三軸穩定器 它可能就是都用預示好 它沒有辦法去調這些 而它附加在手機的APP 附加了很多所謂跟隨模式 辨識模式等等情景的應用 而沒有這些專業的應用 那這個屬於半專業的 當然在RS3 Pro上面 可以調整的就更多 那我現在平移走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調到0 那是因為我要拍攝 環繞的運鏡的時候 譬如說環繞一個人物 或者是一個建築物 或者一個主體的時候 那如果我設為2的話 那就會變成說 啟動的時候會比較慢 我先要手要啟動 那啟動要運鏡要去環繞它 那變成中途的時候 我的手如果沒有持續轉的話 比如說向右轉 向左轉 那沒有辦法匀速的時候 我們一般人 比較沒有辦法練到那個程度 那就乾脆把它設為0 這就馬上啟動一些細微的話 那這樣畫面就不會有停頓 停格的現象 它會比較順暢連貫 那復仰軸我就設為3 那當然如果說你在平移跟隨的時候 這個平移軸 可能你就要自行在這APP 又設回來這個正2 那這是我自己的力量跟手法 我的感覺 那變成說我平移軸一般是設為2 死區設為2 復仰軸設為3 那橫滾軸設為2 那手動調節就是說 你手動去搬這個穩定器 好的平移軸 可以讓你搬動 那再來有一個搖桿的設置 搖桿的設置 在平移的時候 我的設置是死區是中 就是用那個搖桿 穩定器搖桿在操作 這個運進的時候 那平滑度也高 最大速度設為低 那這個設為低的圓翼跟死區設為中 就是配我自己的手法 那我不希望它畫面有太多的這個果凍的效果 這死區 它第一個會影響到你你的這個 就是你操作的時候的穩定度 畫面的穩定度 那當然還有就是你這個扳機鍵 譬如說我現在鏡頭看不到 就是那個那個穩定器上前面你握的時候 就說死指有一個扳機鍵跟那個滾輪 它可以操作 那現在像譬如說 譬如說我在操作滾輪 你看 現在就是用這個 穩定器拍的 那就變焦了 滾輪的下面有個扳機 那通常我們在拍攝前移或後退的時候 這些運鏡或上下移動的時候 那扳機鍵把它按住 就變成說全這個相機會全部鎖定 三軸全部鎖定 那在運鏡的時候就會比較穩定 那難免啊 我們也不是職業的在那邊練 沒有辦法守持那麼穩定 這是一個小技巧提供給各位 就是 當然你在做環繞的時候 你不能鎖定啊 因為你要轉動 你平移走 你手腕要轉動就不可能 那如果說是上下的 沒有在鏡頭 沒有做撫養的動作 上下的時候就平行的 就是上下固定的這樣移動的時候 多少會抖動 那你就把扳機鍵按住 或者是左右拍橫移左右的時候 這個畫面也把它按住 或者是前後 反正就是上下左右前後 你把它按住的話 扳機鍵按住固定住相機的三軸 這樣拍起來會比較穩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談到這個 所謂智能拍攝 那我覺得這個虛擬搖桿 也非常的好用 那我的頻滑度 我都自行設定 它的頻率又 滑桿 譬如說我們現在 哎 有沒有各位可以看到了 我現在就要轉了 OK OK 那這個就蠻有趣的 好 那這個實際上在應用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架到三角架上面 那 連橫滾軸都可以 來 我們看橫滾軸 當然你滑的滑動的越快 它就拍攝的 它就變化的越快 那如果你慢慢的 觸感了 就看你個人的手感 那這在拍攝的時候 避免我們有一些機器 最主要是要避免說 你同一個固定機會一直拍 一直拍 一直拍長時間拍攝很乾 那素材的話 看起來也會比較乾涉 就是單調啦 那如果說配合這些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三軸穩定器 當作是那個電機嘛 比較平行移動的 或者現在在拍攝的那種電機 只是說它沒有辦法 你如果要橫移或者是上下的話 那變成說你要手持去動它 那如果固定機會的話 移動的鏡頭上下左右橫滾 那也是一種不錯 看起來不錯的效果 變成是電機電軌一樣的意思 可以代替它 當然不是百分之百替代啦 那虛擬搖桿的好處就是 有這個好處 那我通常是使用兩個手機 一個就是這一個 用比較大的這個iPhone XS 去看這個監看 那這個去控制這個 相機 三軸穩定器 大將這個三軸穩定器的操作 那會有不錯的效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怎麼去操作它 那通常我不會去用體感 體感有時候移動幅度很大 一般我都是用這個 好 那我們來看 現在就是在操作了 上下 那它會嗯一下 就會震動一下 那你就可以順勢的摸了 當然你把它調小一點 浮揚頭 這個再調小一點 它 它的頻率就會比較慢 譬如說我現在調 這個 它這個速度就非常的慢 來 我們向右 好 那 這樣也可以有效的避免這個 你 它有好處就是可以 可以雲速的拍攝 可以雲速的拍攝 避免你用手動 我們這個用 那個雲台的時候 液壓雲台 我們攝影的時候 那我們的操作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雲速 有時候快 有時候慢 造成畫面你會卡卡的 那這樣拍起來的話 效果都會很不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談到 後製這個 後製軟體的處理的部分 我們看到這個 Final Cut的部分 那我通常都是用Final Cut 如果你用其他的軟體的話 請你自行 找尋你自己這個 剪接軟體的防抖 那首先我們看到一個素材 譬如說這個 那在右半部這邊 我們拉到下面 我們就看到一個防抖 那我們只要點擊這個防抖之後 它就會開始運算 那等它運算好之後 那就得到一個 這個防抖的這個畫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很 有三種自動慣性 以及平滑 那看你的需求 要選擇哪一種 那預設它是平滑是1.0 那如果說你選1.0 譬如說這樣裁切太大 那我們就可以 譬如說我們調過來這邊 就移動 譬如說裁切太大 我們把它減小一點 都可以 如果要回復的話 按這裡就回復了 那大小就回復了 當然裁越多 你也要考慮到畫質的精細度 是不是夠 那通常來講 如果你用的鏡頭不錯的話 其實裁一點 來獲得穩定性 都是可以的 那當然我們的 每個人拍攝的這個穩定度 可能都不一樣 那多多少少還是要接住這個 剪接軟體來後製一下 裁剪一下 以獲得更好更穩定的畫面 好 那今天就說到這邊 謝謝各位 記得訂閱喔 掰掰 拜拜